男同性已婚伴侶花重金球子卻生女兒 撞高生育診所 一對男同性已婚伴侶 亞爾伯特·桑尼格和安東尼·桑尼格 在洛杉磯高等法院 對位於洛源帕薩迪納市的HRC生育醫療中心 和生育專家布拉德·福特·科爾布博士提出訴訟 指控她違反合同、醫療事故、疏忽、欺詐性隱瞞 違反不公平競爭法和消費者法律救濟法等 在進行人工受孕首飾時 初悟地將一個女性胚胎植入了代人者的體內 結果在2021年生下了一個女兒 導致她們擁有兒子的願望落空 訴訟顯示桑尼格這對已婚伴侶十多年前已經認識 2013年結婚計劃生育不超過兩個男孩 2015年5月的時候 她們還為未來的兒子取好名字 並且用她們的名字和姓氏創建了Gmail的帳號 HRC是專門針對LGBTQ社區家庭實現為人父母的夢想 還因為複雜生殖問題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享譽國際 因此患者來自世界各地 2020年5月 桑尼格夫夫向HRC提供了精子以製造杯胎 並且通過第三方機構安排捐贈卵子和認證的載體 總成本大約是30萬元 訴訟表示這對她們的財物影響是非常驚人 她們最終要撫養三個孩子而不是計劃中的兩個兒子 該訴訟稱未指名具體的賠償金額 目前HRC還未作出回應 天下位置編輯報導